來看看這個 新章節 奧斯貝爾海姆開啟 就是火焰 紅色風格的一個世界 封印時超越強化系統更新 封印時等級開放至20級 並添加了聚增能力值 然後他這個相對來說 他只要每次改版初心的地圖 前面的章節就會稍微下修 修弱一點點 第二章約頓海姆 第八章的貝離的惡龍 就是那個最終章節的主線BOSS 難度調跡 然後三四章的任務BOSS 難度調低 第三章一般怪物的傷害降低 第四章的怪物傷害降低 這樣應該比較好掛吧 三四章的那個世界BOSS 調弱 那等於說第四世界的世界BOSS 應該是可以輕鬆推的 之前是有點不好推 OK 好啦 重要的就是 搞啊 調地有感 對啊 我現在可以輕鬆去掛那個吧 掛那個什麼 那個碼頭了吧 我那碼頭 虛無碼頭 我都超難掛 我先看一下我現在的戰力 能不能打第五世界吧 好像可以這樣子喔 GO LET'S GO 好我們先看一下 我目前戰力左下角看得到嗎 我目前穿練工裝 練工裝戰力是37,000 我們等一下都挑戰完之後 來看一下到底好不好打 因為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 第四世界 我就打得很辛苦了 像第四世界的最後這邊 結果我就打得很硬了 第五世界如果比他現 因為他現在改弱了嘛 現在調弱了 所以這邊變好打 但如果第五世界的強度 比這邊更高 那我可能是有點問 欸 我沒事 對吧 火焰惡魔 軟弱到了幾點 而且現在有魚音耶 真是軟弱呀軟弱 因為我覺得 可以能幫自己喜歡的角色配音 是一件很榮幸的事情 所以我那時候真的有一段時間的夢想 是想當配音員 防守大師哲科 喔他改名了是不是 好像出改名卷了 現在出改 我好像記得現在出更名卷了 是不是 那我知道 他該不會直接更名卷用下去了吧 我是沒有用更名卷 做好心理準備的挑戰 等一下如果打不贏 我就先提升 欸光頭長角特別的顯眼耶 欸很少有角色是光頭長角的 一般都是由佛法 然後冒出角 像惡魔 比較像那種帥氣的惡魔 哇這個光頭長角 我真的覺得 有梗 有梗 無論如何都要小心腳下 好啦我先打完看看 我看這邊怪強不強 這裡的地圖的難度怎麼樣 我看看喔 第一地圖 等級83到85 哇操 然後 哇 哇 和大魔王這邊 大魔王這邊 蘇爾特 厚 BOSS級的 絕對王者蘇爾特 可是感覺他的裝備沒有很屌欸 感覺他的裝備沒有比前面那幾個強欸 還是他有套裝能力 他是套裝嗎 欸套裝欸 我靠 全傷害加13% 太神了吧 可是沒關係啊 看得到拿不到 那這個新的火焰章節 其實有搭配一些活動你們可以剩下 現在打 因為你打這個地圖 他會掉那個 噴火焰的紀錄啊 這個證物 你可以兌換這些東西 其中這個火焰禮物啊 他是屬於收藏品類的 登入制收藏嘛 所以這個要先換 找換找享受啊 然後這個每天一次的也可以換 那我現在先打看看 目前 只有七張 因為我的刷怪速度不夠快 欸 我必須老實講啊 這裡的怪 琢磁有那麼一點猛啊 我好像扛不太住 我可能要換命中裝了 他血很多很多是真的啦 一隻怪經驗值16萬 你看這個血格啊 我打的跟抓癢一樣 可能要 弓箭手的爆發力太低了 要轉刺客啊 可是我偏偏沒有玩 後面我放棄轉刺客了 因為刺客搞的話 我裝備要重搞 我的收集品也要搞很久 我目前在入口還可以啦 近戰可能就硬了 因為我現在是遠攻嘛 遠攻可能還好 不會拉到太多怪 如果是近戰具體要好 不然就會一直被怪拉 而且我現在開範圍技能 範圍技能還是勉強可以打 我稍微看一下這邊釣寶率啊 解完了主線 你好好處理他們 我只能跟你說 這個地圖的心得告訴你 這裡的怪真的很強 沒這麼長 而且它會季節變化 有的時候是全火焰 有的時候又變成很冰冷 就是它這邊同時會噴冰霜的東西 熔煙的東西 它這是雙屬性啊 它的世界設定可能就是白天很熱很熱 晚上極度寒冷 所以它會有兩種裝備 一下容易一下要冰霜 出在這邊你看那個冰錐裝備 冰的 冰錐裝 然後一下要給你熔岩裝 兩套都要收集啊 那我們在它打的過程中啊 200隻怪 我們可以提升了吧 好啦 五包我都刷了 應該等一下再刷就要被鎖卡了 來 我們先從哪個開始呢 這是 單抽的嘛 一次實力一眼抽 金 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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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五抽 我們先把單抽抽掉啊 又沒金光 水啦 死光 是我的卡比較黑 喔 金光 來了啦 來了吧 準備好了 兩個 兩個拜託 兩個斗篷 看到沒有各位 兩個斗篷啊 我們先翻第一個 動畫來了吧 哇這個火焰 感覺是紫色的 紫片 紫片 動畫 這是新卡吧 這應該是新卡吧 還有一張啊 兩張必有一紫 動畫 兩張一樣的 三小 兩張都虐得殺著 這是新卡嗎 這是新卡吧 幹嘛啊這個 好買啊買啊 哪是不買 哇 我們只看金光啊 金光一萬 又來了 哎呀看來 我也不錯嘛 隔壁台沒有金光啊 沒有沒有任何動畫 希望我能有動畫 兩個拜託兩個 兩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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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身一下 一個 好啦動畫 要翻了嗎 脫衣服 脫衣服 動畫 我已經很久沒看過動畫了 很久很久沒看過動畫了 好啦那我們合成吧 這麼多藍的合成應該是沒問題啊 自動登錄 自動合成 GO 有藍就給讚 有藍就給讚 太讚了 等一下一波盒子啊 我們先紫在金 今天多一金啊 已經想到了 感受到今天會多一金了 再一藍吧 再補一藍 沒有 沒有 OK 兩發合成 合成 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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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隔壁台一樣黑 怎麼會這樣子 動畫 有了吧 可是我指卡都滿了耶 對啊 就這樣我應該 應該都有啦 對啊 新的耶 我沒有他嗎 襲擊的威達 我應該是沒有他吧 怎麼會這樣子呢 英雄 真的沒有耶 好吧那收了 直接收吧 OK卡池再多提升 迴避加2 命中加1 真的沒有 那我們現在要來提升我們的刷怪速度啦 首先呢 我們先 找些看起來 這個 今天搞這個 黑沙盔甲加9 可以吧 加9黑沙 研磨石 交易所 0.5 all in 好今天把這個點出來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啊 製作上限 20個 一個run 20個做這個 強化 多重強化 登入all in 加9 一波上 直上加9 6 7 8 爆 他這樣子面對我 我的直播要怎麼走下去 他還一次讓我爆耶 再買一輪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長久戰 加9裝備 畢竟 沒這麼好點 哇 幹一件 我們存5件來點加9 不好意思 存5件 存5件 我的運氣沒這麼糟吧 唉唷 唉唷 台子開始軟了 軟了 跟你們一樣軟了 你們各位都這麼軟的嗎 好 好 祭品 來各位 5件加8 5件加8 上加9 拜託了 我好 一件 一件 好 畢業了 各位舒服 命中加3 下課咯 這個 加9 阿斯克特彈共工業 加9 黑莎盔甲 我們搞定命中加三 舒服 好啦 那我們今天直播就到這裡啦 改天我們再來開直播來搞這個東西吧 大家晚上好早點休息囉 拜拜囉 晚安